郭董 他的兆元產業 最重要的這顆引擎 已經浮上檯面了 就是汽車工業 沒有錯 郭董的這個 紅海耀在成長 必須要找到什麼 找到下一個動力 我們都知道郭董現在是什麼 主要是iPhone 那在iPhone 靠他現在營收 一年營收大概四點多兆裡面 iPhone就佔了一半 可是富士康必須要成長 紅海耀成長要什麼 要找到下一個產品動能 所以從我們現在 郭董談話裡面發現 他下一個成長動能 看到是什麼 就是車 他要做無人車跟車聯網 無人車跟車聯網 郭董不是要搶進傳統的車子 Toyota Nissan還有福特 已經保到不能再保了 他要搶進人煙 還不是太熱鬧的無人車 沒有錯 那在這個紅海集團 自己證實一件事情 證實什麼事情 證實說美國的密西根州州長 有到龍華廠區 去跟郭台銘見過面 那見過面了之後 會後 郭台銘自己說到什麼 他要到密西根州這邊來投資 投資的就是無人車跟所謂的車聯網 那這時候大家就會很好奇 問一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郭董就會特別挑 密西根州這個地方 而且為什麼偏偏就是做無人車 跟車聯網呢 那後來我們才發現是什麼事情 因為密西根州 我們要知道 美國的汽車年產量 大概是1700萬台 那裡面有高達76% 都是在哪裡做的 都是在密西根州所做出來的 所以在密西根州 我們知道這邊有個底特律汽車大城 要人有人 要供應鏈有供應鏈 在這個地方是一個非常完善的地方 問題來了 我剛才一開始說 他要拼車子 要賺車子的錢 他不是要賣傳統車子 你來底特律 一樣在底特律這個地方 在密西根這個地方 人家的車子也會升級的 什麼時候升級呢 我們都知道 傳統車子要慢慢會變成什麼 變成到自動駕駛的車 變成無人車 那這樣的無人車 我跟你講在密西根州這個地方 人家也在往這邊發展 這個地方擁有什麼呢 擁有在全世界很主要的 無人車的測試城市 是無人車的虛擬城 你是說整座城市是 無人車而成立的 沒有錯 講什麼樣子 是哪一個呢 這邊其實有兩個 首先第一個我們看到 是這個MCT 那MCT這個城市是怎麼樣的 大概有三十幾英畝的大小 那在這個城市裡面 它有道路 然後也有橋樑 有河流 那這一切的場域 甚至還有住家的存在 那這一切的場域 是為了要做什麼事情 它就是要讓你無人車 真的在駕駛的時候 這邊都有實際的狀況 讓你可以去臨場去應用 好 你現在看到畫面裡面 這就是在MCT裡面 他們在測試車子的狀況 車子只有怎樣 跟著它裡面的規劃 道路往前走 那你要知道道路有怎麼樣 有道路彎彎曲曲 說到了彎彎曲曲 我們請導播來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鳥看圖 MCT的鳥看圖 這一張圖你給它看下去 道路接掘非常的完整 可偏偏 它好奇怪 為什麼說它是一個所謂的 虛擬訓練的城市 裡面沒有人 唯一會動的只有無人車 沒錯 就是無人車 所以在這裡面 在密西根州的幾個車子的大室 到這大廠幹嘛 相繼都有到MCT去做測試 包括Nissan 包括Toyota 然後也包括什麼 包括像福特都去做測試 那最重要是要做測試要什麼 你要知道無人車有很多特性 跟我們一般開車是不一樣的 它有很多個死穴 沒有錯 那比如說像什麼 福特做的第一個測試 就是說闖紅燈 如果我車子往前開的時候 突然有人闖紅燈 比如說有小朋友 躲避球在玩一玩的時候 他就衝到路面上面來 那無人車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他要做什麼 踩煞車 對 他要很迅速的反應踩煞車 特別是什麼呢 他可能要在更掀席之前 就是說我車離小孩子更遠的時候 我就要先知道 那個地方就是有個人 所以一旦他有突如其來的 衝出來的動作的時候 我才知道我趕快停下來 我才有緩衝的時間 所以這是以防萬一 一個觸不警防的情況之下 第一個訓練的客戶是什麼 最驚險也是他死穴之一 突然間有個人跑出來 你怎麼應變 結果他可以決戰前裡之外 牢牢遠 他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路口可能會有人穿越 或者你看到一個小黑點點 人頭在移動 他可以判斷那是人 沒錯 他必須要在那之前 比如假設在50公尺 甚至100公尺之前的時候 他就要先預期到說 那個有人在 那這個人可能會做個 突如其來套測完這個事情 那這個時候 我就會知道就是說 我就要先預做預防 那這是第一個情境 那第二個情境 他要辨識什麼 辨識 前面是不是有下雪 有雪地的情況 下雪跟無人車什麼關係 因為下雪 你要知道它的狀況跟什麼 跟我們平常道路是不一樣的 那在這個雪白的這個雪上面 你如果車開到那邊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的車必須要學會幹嘛 我要減速 對 那要減速的動作 就說因為那是雪地 那你要想說 如果假設它有彎曲的時候 我如果沒有辦法辨識出 白白的雪 跟一般路面上的差別的時候 該彎曲的時候 搞不好我就不知道要打彎 所以再看一次這個鳥看圖 你看 我們知道這是道路 因為旁邊這是土黃色的 道路是黑色的 它有色差 那麼它的AI可以判斷 內部人車夠聰明 它可以判斷透過色差 你如果滑水 滑到整片 全部白茫茫 他怎麼知道這裡是路 這裡不是路 沒錯 所以他必須要 再特別偵測到就是說 感覺到這雪跟一般路面不一樣 那免得說整個都是雪的時候 你本來要左轉的 因為它辨識不出來 它車子繼續往前開 開到你一趴地裡去了 它就有可能會造成 這個危險的存在 所以它必須要去做 雪地裡面的判斷 那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就是說 有本人逼車的時候 你要怎麼做處理 為什麼連逼車 逼車開 注意的是後面 如果你撞到我是你要陪 因為逼車的狀況 通常都很不尋常對不對 後面有那個人一直往前逼過來 那這其實有時候 會是惡意的狀況 那你要想說 你的AI必須要怎麼樣 要學會就是說 遇到這個有人逼車狀況的時候 要幹嘛呢 我要自動閃開 我要逼到旁邊去 那這個危險的判斷 就是你在做無人車的時候 必須要在AI裡面 要教它的事情 所以當我們去駕訓班 開車的人都知道 你跟前面的車 你不能跟太緊 跟太緊咬到他屁股的話 該陪的是你 所以你得保持安全車去 這不難 AI 無人車他也懂 可是他比人更進一步的是 逼車 他逼到他開始可以去偵測 可以去判斷 後面逼我都不進的話 那麼保持安全車去 我也有責任 沒錯 因為他要去學習 學會說 後面B車那個人心態是什麼 然後你要做什麼樣的預防 所以你會發現 這幾個都是什麼 都是在無人車裡面 你會發生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MCT裡面 就是要做這樣的 種種的無人車 可能會遇到的情境 但是現在最新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有一個比MCT 更大10倍的ACM出現了 這個已經很厲害 快4萬坪的空間 還有比它更大 對 他比什麼 這個ACM比我們剛剛講 MCT還要更大10倍 然後在今年3月的時候 川普還特別怎麼樣 到ACM去主持所謂動土儀式 這個ACM全名就是什麼 就是美國行動中心 因為川普說這邊要打造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無人車測試城市 所以川普自己還幫他找預算 然後去出席這個動土的典禮 所以我們現在當然 很合理的懷疑就是說 這個川普一定已經告訴過郭董說 我要未來在密西哥州 這邊打造一個全世界最大的 無人車測試城市 那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到這邊來投資 你有機會可以賺到錢 所以我們也是合理的研判 筍列違反 今天我們看到了3月份 川普來到這個地方 宣告我即將有一座ACM 今天這幾個月後 郭董不來了嗎 我們也可以這樣解讀 今天的這個ACM 可不就是川普為郭董 鋪下的紅地毯 等軍上轎嗎 沒有錯 這看起來好像就是這樣子 因為3月ACM才說 他去主持動土典禮 就沒有想到 才做了幾個月之後 郭董果然就說我要來這個地方幹嘛 我要來坐無人車 然後我來這邊發展車聯網 好 在這個背後 我們要帶大家看到 先是威斯康辛州 繼而是密西根州 我們背後看到 郭董他在談判桌上 有多強勢 他有多能要到資源 沒錯 郭董真的是要的很多 像你在密西根州 其實可以想到說 他未來搞不好 還會跟州長要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從威斯康辛州 就看到真的是要了不少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說 他之前是要了30億美金對不對 可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是 郭董要到的其實不是只有30億美金而已 不只30億 30億是稅捐短徵 已經是讓大家覺得 每一個威斯康辛州的州民 他們少享受到這麼好的照顧 只是為了把這些錢給郭董做補貼 郭董要到的不是只有這樣子而已 郭董還要到什麼你知道嗎 要到威斯康辛州州政府 你要來幫我蓋道路 你要來幫我蓋污水下水道 然後這個州裡面 未來假設我這個雇用人數在到的時候 你要給我優惠的這個稅付優惠要更多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連環評都告訴郭董 你可以不用做了 所以准此要你去想像 當然密西根州的條件 我們到現在還拿不到 但是畢竟富士康也不是吃素的 你今天我都在威斯康辛州 可以要到這樣的款待的一個規格 來到這地方肯定只會多不會少 對 沒有錯 因為密西根跟州長之前 就已經講出來什麼 這個州長史耐德之前就說 他其實已經簽過了一個 兩億美元的一個優惠案 兩億怎麼夠 對 所以比起來兩億好像是小事情 所以未來密西根州州長 搞不好還會拿更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去拜訪王鴻海之後 他說了一句話 鴻海與密西根州會有強大的未來 好 在這個背後 我們就想到了主題曲想起來了 我只有不停的要 要到你想逃 沒錯 現在在中國也喊出來就說 別讓富士康跑了 別讓富士康逃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言論出來 有一篇中國的文章就這麼這樣寫 寫什麼說 你要知道這個很多人還以為說 富士康是做很低端的那種產業 很低端的代工 那覺得這好像不是很重要 說中國的驕傲應該是像什麼 像百度 阿里巴巴 騰訊 華為 這些才是真的中國的驕傲 我們要留 要留這種高端科技產業 能夠帶動產業 創新升級的 對 但是這邊文章 點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富士康的營收 是百度加阿里巴巴加騰訊 加華為的加起來的兩倍 大概是兆元人民幣 那當然富士康的利潤率 不會有這些公司這麼高 他的毛利沒有這麼多 可是問題是什麼 這麼高將近上兆人民幣的營收 背後代表是許多人的就業機會 是 那他的就業機會有多少呢 你要知道他們這文章裡面 就提到說 這是富士康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 百萬員工的工業王國 然後呢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今天郭董的麾下 富士康照顧的是100萬個家庭 對 沒錯 所以他裡面還進一步的比較說 郭台銘跟李嘉誠的比較 跟李嘉誠一比較之後發現 李嘉誠很多都是在玩房地產 他實際看起來錢很多 但就業機會就是沒有這麼多 可是對富士康來說呢 他創造就是百萬出來的就業機會 而且什麼 他說在連續十幾年裡面 富士康占中國的出口第一 然後有40%的消費電子產品 也是由富士康來製造的 所以這樣的富士康 你如果讓他跑掉了 這代表就業機會 可能也就跟著跑掉了 所以他們這麼這麼愛富士康 愛郭董 但是愛的背後是怕 其實說得更完整 他對富士康 對郭董是又愛又怕 沒錯 又愛又怕 希望留住他 但是他提出來的 他每次跟他要這麼多的時候 要到他心裡也會怕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就真的出現 這麼一個官員 他拒絕了郭台銘的投資 大家都巴不得他來這邊設場 你居然拒絕了 沒錯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就是前重慶市的市長 現在是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的 副主任委員叫黃岐帆 那他自己爆料說了一件事情 他說什麼呢 他說有一次這個郭台銘跟他提出了一個投資項目 投資要蓋出什麼呢 要做新世代的面板的產線 要做新世代的面板產線好事 然後投資的這個規模 高達400億人民幣 但是這個時候 郭台銘跟他提了一個要求 400億人民幣的投資案是不是 他說可以 但是我希望你們重慶市政府 先幫我出 也就是說 重慶市政府要先拿400億人民幣出來 幫郭台銘怎麼樣 讓郭台銘把廠蓋好了 然後郭台銘就這樣跟他說說 你先拿這個400億人民幣出來 我不會讓你吃虧的 我給你算利息算8% 三年之後呢 這個400億人民幣再加上利息 我還給你重慶市政府 那你還怕郭董 他是郭董 你還怕他可以跑了 留下你爛頭寸 不會吧 總不會吧 但是黃岐帆就講了 他說聽到這個要求 他說他考慮了一個禮拜 他後來拒絕了那個郭台銘 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400億人民幣 然後股權沒有任何的擔保 他說如果一旦發生了這個狀況 一壞賬了 他說我就賠了 然後雞飛蛋打是不是就構成了 國有資本流失 他說這個責任我擔不起 所以你要我先拿400億人民幣出來 他說這個投資案我做不到 所以非常妙 這一則新聞 這個消息什麼時候出來的 就在看出說 不能讓富士康跑了之後 偏偏富士康一腳已經跨到 太平洋的彼岸 進到美國去了 這一篇突然出來了 他出來說郭董很敢要 他們談判桌上很強勢 對 他真的很敢要 郡相 你有聽過哪個投資案 400億人民幣 我竟然是叫政府 先幫我出錢拿出來做好 做好之後 我三年後我再還給政府 所以你看郭董是不是很敢要 那這樣的敢要 其實我們從鴻海集團 小小的開票的事情 就看得出來 怎麼說 你知道就像一般園區科技業 對供應商開的票期 大概都三個月左右 可是在鴻海集團 對不起 你是供應商對不對 票期就是 動輒就是半年六個月起跳 有人被開到九個月的也有 那問題是 我是鴻海 你要做我的生意 這個六個月才拿到錢 你接受還是不接受 所以這個就會陷入天人家戰 你想不想做富士康的生意 要不是做鴻海的生意 要做你這裡接受六到九個月 這個票期一九 我的資金成本壓力就大了 對 尤其我一次 我在高鐵上面就真的遇到 那個群創跟台積電的供應商 那我們都知道群創是 鴻海的關係企業 結果那個時候 去年不是發生圍貫大地震嗎 發生圍貫大地震 南科有受損對不對 群創也有受損 然後台積電也有受損 結果我遇到那供應商 他說他旗下的那幾十個員工 他是做設備的 他說他優先支援台積電 問他為什麼優先支援台積電 人家群創也不錯 群創感不好 他就跟我說 我做台積電的生意 三個月我就拿到錢 我做群創的生意 我要半年才拿到錢 他說你是我的話 你優先去做誰的生意呢 好 我們今天聽到了 郭董還有整個富士康的一個布局 他下一個兆元產業 原來關鍵就是汽車工業 無人車 還有車聯網 都是他要賺的錢 他要賺的錢 進行車工業 早就看見了 紀錄 我會做了 他要贏的一支 在這個地上 我會發生在幾個月 你環境 就算死了 他要男人 公單